大家刚才看到的是当时监控录像拍摄的镜头 5月20号中午12点半左右 三个不明身份的人冲进阳洲四望情路 冠之临手机卖场 手持一米多长的铁棍将手机卖场的所有柜台一一砸碎 现在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一下 究竟是什么人在安静华日之下如此嚣张 其中一人扎着兴起将一辆自行车高高举起砸向柜台 当时发生的情况下呢 我也是愣住了 因为我也没见过这种场面 当时我就从那个地方退到了这个地方 在冲达过程中 一名男子始终站在冠之临手机卖场的门口念念有词遥控聚会 另三人显得非常镇定 在将手机卖场的柜台砸烂之后 四人迅速离开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三分钟左右 四台不想的害怕 因为我觉得因为一样 这个发生这种事是非常那个的 到前面我们都很害怕 对不对 我觉得而且都太猖狂了 就逛电话一下就这么打击 所以我觉得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有点很恐怖的 我觉得这个事 最老解 事发时摆在柜台的真机 大概有六百台左右 其中三百台受损 加上电库的修复装潢 贯之灵手机卖场总共损失了三十万元左右 那么到底是谁冲打了贯之灵手机卖场呢 当地警方正在立案调查 据了解 贯之灵是一家全国性的专业手机零售连锁企业 目前在全国拥有六十多家门店 年销售手机突破一百亿万台 自从去年贯之灵进入阳东市场后 曾经多次因为价格战发生过摩擦 最主要问题就是我们价格便宜 基本上贫量要比较便宜一百块钱